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們之前的積分技巧 大概第一個當然講的是變數變換 所以變數變換我們之前都只有教大家算 那這邊有一個重點是我之前比較沒有強調 事實上你在用變數變換的時候 這個函數應該是要連續的 這件事情我們之前比較沒有提 因為我們之前知道很顯然是必須要能夠可為分 因為可為分我們才能去做一些一系列的操作 好但是連續這件事沒強調 所以其實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變數變換我們在做的時候 實際上外面的這個大的這個函數 它本身是要連續的 這個條件其實要有 那只是我們現在其實一般算微積分的題目都很漂亮 它給的函數都是在我們要積分的區間當中是連續的 在這個前提之下其實我們這邊的該做的東西都動得了 那有時候它沒有寫得很清楚 那也還是必須要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都是把它當做這個條件可以用 然後我們再去做整個那個變數變換 所以變數變換之前有教大家一些快速的算法 那這兩個就是關鍵 好因為這個東西都是怎麼來 都是從微分來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U假設完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針對我們的SE做微分 所以這邊其實做完微分之後 利用萊卜尼茲的那個符號去做一個操作 就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很快的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第一個我們學的是變數變換 那第二個我們學的是分佈積分 所以這個分佈積分呢 概念上就是我們發現原本的這個東西很難算 所以你為什麼會想要用分佈積分一定是因為這個東西難算 但是我還可以把它拆成兩個函數相乘 一個是F一個是G' 那我們就是去找合適的F跟G' 然後寫出F'跟G' 所以這個東西呢 勢必要能夠好算 我才會用分佈積分 所以這個造出來的東西必須要好算 你總不能說你造出來的東西很難算 那你用這個分佈積分就動不了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一定是因為這個難算 我們去找F跟G' 然後去得到F'跟G' 然後就直接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那第三個我們上次就講了一系列的 跟sin cos tangent second有關的一些積分 我們今天會繼續講 所以上次分佈積分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沒有跟大家整理的 因為我們上次不是舉了一些例子 我們看了一些例子是s的多少次方乘上sin 好或乘上cos 或是乘上1的s次方 那或者是還有那種就是乘上natural log 類似那種形形 所以這邊實際上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這個是一個經驗啦 就是說一般而言我們有兩個情況 但這個不是絕對啦 就是一般來說是這樣子的 第一種情況是如果今天是sn次方 好然後乘上譬如說sin 或者是cos 或者是1的s次方 然後1的負s次方這種東西 那當然還包括什麼a的s次方 那我就不寫了 如果你是這種形式乘起來要去做積分 那一般來說我們就是去令 f of s 它是s的n次方 然後g's 會等於框框裡面的東西 好一般來說是這樣 好因為我們上次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把這個做一個整理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實際上 你去做微分的時候 這個東西已經是微分 啊積起來很好看 因為這個積起來就是負sin嘛 哦負cos 啊這個是sin 這個是1的s次方 所以這積起來其實都很好做 那我們重點是要去降 這個s的n次方的這個微分 好所以一般假設是這樣 那另外一種case是像nature log ag sin ag tangent 好當然這個nature log 還包含了log的 以a為底的x 好那當然那種情況也是屬於nature log 也是屬於log的情形 那像這種情況如果要去做假設 反而就不一樣 因為我們發現 假設你去假設這個東西是微過分的 那你積起來之後要找g的話很麻煩 所以一定是把這個東西 假設乘用f去微 所以實際上是假設f是這一塊 然後我們的g problem 這個時候反而是去假設s的n次方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說s的n次方 在做積分不是會變成n加一次方嗎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像這個nature log 微分就是s分之1 對不對 這個微分就是1-s平方 更號分之1嘛 啊這個就是1加s平方分之1嘛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會弄出一個很類似 像多相式或有理函數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多相式或有理函數對我們來講 反而都是好積的 總是會有辦法可以積它 所以這個時候反而是 讓這個東西假設成g problem 然後這個東西假設成就是f of s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算 所以我們上次沒有很認真的寫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講義上面還有一個題目 我講義上面有一個題目是這一個 這個我想我讓你試試看 因為你看像這種case的話 好這種case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種case其實它是 兩個函數都是屬於好算的這個函數 在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微分好算 積分不好算 但這個區塊是微分跟積分都好算的 這個東西把它挑出來這樣算 那這樣算的時候 你說老師我哪一個是f哪一個是g problem 你試試看都可以 兩個都能做 但是這個題目一定要做兩次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其實有兩種假設方法 一個假設方法是f直接假設成1的s次方 然後g problem等於sin 然後另外一個是假設成f of s等於sin 然後g problem s等於1的s次方 這個我讓你做做看 因為你這兩種方法一定都能算 但是這個題目一次分布積分做不出來 要做兩次 因為你想想看這個東西 我如果把它積分 是不是變cos -cos 這個微分是不是變cos 所以其實你在乘的時候 你會發現後面的積分 會跑出一個1的s次方 乘上cos的東西 要去做積分 所以你還要再做第二次的分布積分 我只是講大概喔 我沒有要很認真的告訴你為什麼會這樣 你要自己算看 它會變成一個東西加一個東西 再減掉這個東西 這是做兩次分布積分後的結果 會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題目比較特別的是 你要把這個移向過來 因為它同樣東西會出現兩次 所以實際上你最後的這個東西 這個積分它會變成2分之1倍的 這邊所算出來的東西 這兩個就是兩次分布積分 得到的兩個函數相乘 兩個函數相乘 兩個函數相乘 然後最後要再多加一個常數k 好 多加一個常數k 所以概念上是這樣 你自己去做做看 但是這種題目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你沒有假設好 第二次做分布積分的時候 會變成這兩個消調 這個變成加 然後你就會發現左邊等於右邊 等於沒算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我讓你試試看 講義上面我有 但是我就告訴你說 它算出來形式其實類似像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兩個相乘 事實上你就可以猜出兩個相乘 一定是一個是exponential乘上sine 一個是exponential乘上cos 那樣的東西組合在一起的 然後再加一個常數k 所以你去試試看之後你怎麼做 講義上面有 好 如果你下次真的算不算 你可以再問我 好 可以再問我 那我們今天可能就接著 我們上次講的tangent四十方 繼續往下講 好 我們今天可能就是要講到 很多跟三角因素有關的技巧 今天可以說是幾乎都在講三角因素 所以我們上次還沒講這個tangent四十方 所以像這種四十方一般來講 我們把它拆成平方平方 好 那拆完之後 你可以把其中一個先變成second 然後再來看看 好 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所以先變成這樣 那這樣我們可以拆成兩個積分運算 一個是tangent平方second平方sds 減掉tangent平方s 事實上因為我們現在是從四次方開始講 你回去想想看我們之前講的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都怎麼算 事實上一次方是有技巧性的 因為一次方你如果記得的話 我是要先把它變成sine除以cos 然後呢 運用我們之前學的變數變換 然後這邊插一個符號 然後所以算出來是nature log 有沒有影響 所以是nature log 然後coss加k 好 所以實際上還有一個符號在這 還有一個符號在這 那平方呢 平方反而好做 為什麼呢 因為平方我們知道是second平方-1嘛 second平方的積分就tangent 那1的積分就x 所以它就是tangent s加s加k 你看是不是很好做 然後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三次方又稍微麻煩一點點 因為三次方你要先把它變成平方跟一次方 然後再去做 先把那個平方換掉之後 然後再一步一步算 所以三次方又稍微麻煩一點點 那四次方我們就這樣算 所以四次方的話 其實這樣子答案就已經快要出來了 因為你平方我們這邊是不是已經算了 好 這項我就先把它寫下來 這是tangent s-s 然後加k可以最後再寫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最後的常數下我們再寫 那重點是前面這一項 前面這項事實上也很簡單 因為這個你要看成是一個東西 因為second平方是tangent的微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去假設 這個就是tangent平方sdtangent s 然後再減掉tangent s再加s 所以整個我把它寫下來就這樣 好我這邊先插掉了 因為這個之前講過 好所以呢 針對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平方再積分一定是三分之一倍的 這個變數本身的三次方 再減tangent s再加s加k 所以實際上像這種四次方的也不難算 好但是如果你想要用變數變換算 那就是另 u等於tangent 然後du等於second平方sds 所以我想要算的是tangent平方sds 我本來想要算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就不要管它 因為我知道後面的這一項可以變成du 然後這邊是u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u的平方du 所以記起來當然是三分之一的u三方加k 所以現在的u要帶回去 三分之一的tangent三方加k 就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慢慢算 就用左邊的方法 那我那邊是快快算 簡單講就是把這個東西看出來 它其實就是這件事情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把那個tangent計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四次方的計法 所以理論上 在tangent裡面 你會看到平方跟四次方 偶數次方比較好算 偶數次方算的技巧幾乎都差不多 幾乎都是想辦法先湊出second平方s-1之類的東西 然後再去換算 好 再去把它展開換算 OK 所以這個東西還好 那如果我來看那個second呢 好 那second其實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second的計算就是一次方跟三次方的技巧比較多 一般我會建議像這種second的積分啊一次方的 還有像tangent一次方的積分 你最好記一下 你最好是記一下那個結果 因為有時候就是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我們稍微會想要知道那東西怎麼算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次方 一次方這個有技巧性喔 它其實還蠻特別的 它其實是這樣沒辦法做 所以我要多乘上一個東西 黃色的部分是我多乘的 因為這個是1嘛 所以我可以這樣乘對不對 然後呢 你把這個second乘上去 所以變成積分 下面是second平方 下面是second加tangent 然後上面是second平方 加tangent乘上second 那你說那這樣接下來怎麼算 事實上答案已經出來了 你看到這個second平方乘ds 就要知道這個東西叫做tangent的微分 那這兩個相乘乘上ds 這個東西叫做second的微分 所以你看tangent的微分 second的微分 你有沒有看出來 它實際上就是seconds加tangent s分之1 然後底second加tangent 所以算出來一定是什麼 nature log seconds加tangent 因為上面的東西恰恰好 它就是一個second加tangent的微分 所以你知道這種東西 如果你要去算變數變換的話 就是確定u等於second加tangent 然後du就會是second乘tangent 然後再加second平方 好就這種東西 剩下就自己做了 我就不寫了 所以我就是這樣寫啊 然後這邊就變成u分之1du 然後直接記起來當然是nature log 絕對只要記得加 那你說老師我如果忘記是這樣 有些同學可能會說 那我seconds加tangent 這個有時候我忘了 我可能寫成這樣 我今天成的時候成成這樣子 變成減的 這真的是有同學有時候會這樣 因為你又沒有實際它 然後就變成上它 那成上它這樣能算嗎 事實上還是可以喔 所以你看直接算 所以它一樣還是seconds減tangent 然後上面變成是second平方 減掉second乘tangent 那你會發現上面 它一樣這邊是tangent的微分 這個是second的微分 但是它是tangent的微分 減second的微分 跟下面的second 減tangent剛好相反 所以實際上它會變成負的 second減tangent分之一 然後底second減tangent 所以就變成這樣 能不能積還是可以積 但是多一個負號 所以整個積起來 會變成負的natural log second減tangent 加k 好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件事情 一模一樣 這個答案跟這個答案一樣喔 雖然看起來差一個負號 然後下面是減上面是加 這邊是加嘛 那邊是減 但你要知道這兩個 實際上算出來答案是一樣的 你看得出來為什麼一樣嗎 其實你在算三假數的題目的時候 最怕遇到natural log 因為你遇到log的東西啊 它翅膀變來變去 實際上是可以有一些 就是化減的作用 所以其實它相等很簡單 你就真的就是利用它那個 natural log的特性去算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簡單做一個remark 負的natural log second減tangent 是不是等於 natural log second s 減tangent 分之一 對吧 因為負一次放上去嘛 就變成它 然後兩邊同乘 不是兩邊啊 一邊就好 就是你直接再乘 乘上second加tangent 這樣答案其實就出來了 所以我想接下來我也不用寫太多 你應該已經看出來了 所以答案本來就不只一種寫法 所以你會發現分母相乘 second平方減tangent平方等於1嘛 上面分子留著 所以答案就natural log second加tangent 好 所以要為什麼相等很明顯 所以這兩個東西寫法是一樣的 所以你有時候忘記了 你用tangent減second 然後去乘tangent減second 都還是可以算 算出來 反正就是化減完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寫法不只一種 所以有時候不用太去死倍說 那到底是誰加誰誰減誰 你只要記得這種東西 都跟secondtangent有關就對了 所以你不管是用tangent減second 還是用兩個相加 或是second減tangent 事實上都做得出來 全部都做得出來 這個就是這種積分有趣的地方 那像如果你去看第二個 second的平方 這就沒有挑戰性了 因為這個平方就是什麼 就是tangent 所以根本連算都不用算 所以我們待會要來看三次方 所以三次方的話 就拆成平方跟一次方 但是三次方基本上就是 光是這樣還不能做 因為你就算把這個東西 變成1加tangent平方 那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湊不起來 所以這兩個湊起來 你沒有辦法湊出一些 跟tangent或者是second有關的微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一體實際上是要用到分布積分 所以你怎麼做分布積分 所以我現在故意猜成兩個函數 所以其中有一個 要假設成f of s 然後另外一個要假設成g prime 那你就稍微想一下嘛 我現在猜兩個啦 一個是second平方 一個是second對不對 那我知道second平方是tangent圍出來的 所以我如果今天把second平方放在這 我是不是就知道g一定是tangent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從我們直覺上 覺得好像比較容易直觀用到 以前我們學過的公式的那個方式去設 所以如果我這樣假設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g是tangent 那這個已經確定好是second 那當然這個那邊是second平方 這邊就是second 所以我就這樣找到 然後我們去把它微分一下 所以second的微分是tangent乘second 然後我們的g呢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g是好找的 所以我們g就是tangent 所以我現在要找的是second三次方 用分布積分兩個函數相乘second乘tangent 再減掉兩個函數相乘 所以是tangent平方ssecondsds 那你會說L是要這樣怎麼換 你再換一次嘛 因為tangent這個東西平方還可以再換 我們把它都變成跟second有關 看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直接再換一次 second平方-1乘上second ds 再換一次 所以把它展開 你有沒有發現又來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1的s四方乘sin的那個積分的例子 有時候分佈積分就會這樣子 就是做到最後 我不是真的把每一個積分都算出來 而是這邊跟這邊 剛好同樣的東西出現兩次 你把它移向是不是變兩倍 所以其實我這邊就會變成 我直接移向 就變兩倍的second三方sds 等於second s 等於second s tangent s 然後後面那一項剛剛才算過嘛 所以是加natural log 看你要用哪一個都行啦 三方問題 就直接把那個second的積分 好 直接把那個東西背過來 所以答案就是 二分之一倍的second 成tangent 再加二分之一倍 當然這個二分之一倍 你也可以把它拿去寫成根號的形式 但是我是覺得不需要啦 直接這樣寫就好了 然後再加k 好 所以其實分佈積分還蠻常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這邊剛好有一項 那邊剛好減掉同樣的一項 所以把它一項是變兩倍 那你變兩倍之後剩下的東西就是直接把它寫出來就好了 這個是second三方 我相信這應該很容易看得出來 因為second平方一定是tangent的微分 所以其實這個兩個放在一起是不是就低tangent 那這邊是不是可以把它寫成1加tangent平方 那就直接計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tangent跟second都是偶數次方比較好寫 G數次方會比較麻煩 tangent跟second都這樣 對 所以你就直接寫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1加tangent平方 然後Dtangent 所以直接G 好 我就不多寫囉 就是那個變數變換的另外一種方法我就不寫了 因為我講義上面有打你就自己去看了 OK 反正就是假設u等於tangent 然後接下來就是按部就把它算 所以你會發現這種次方的會比較好做 OK 五次方都讓你自己算喔 就是五次方以上的 因為我講義有達到五次方為止 六次方我沒有除 但是六次方的算法 如果像譬如說tangent六次方 其實算法跟四次方很像 所以你就是稍微換一下就會出來 好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第四種case 這種case是這樣子的 F跟G要嘛是sin要嘛是cos 就是各一個 要不然就是F跟G要嘛是tangent 要嘛是second 他們都是這樣配對的啦 然後我們的次方呢 這時候考慮的都是正整數 事實上不是正整數的情況也能算 好 但是就是我們最後講 我們就是先看都是正整數的情形 我們現在等於是把sin啊cos拿來配對 然後tangent跟second也拿來配對 所以配對完之後看次方 這次方都是正整數 但有時候是分數的情況 我們就是最後再說 我們就先看分數看正整數的情況 我講義上面有分很多case 結果講義上面有跟你講說 你去觀察這個m跟這個n G數或偶數然後去配 但事實上那個只是給你參考 因為它雖然是可以那樣做 但是你不可能去背它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比較希望就是 你多算幾個題目之後去觀察 你就可以慢慢的可以看出來 就是當你遇到什麼樣的題目 你應該怎麼算 所以我們先舉第一個例子 那一般來說齁 你因為是sin跟cos配對 所以我們其實最後會想要走的方向 不外乎是兩種 哪兩種你知道嗎 一種情況是 就是希望看到cossds 然後就可以把它看成是dsi的 這是一種情況 那另外一種情況 希望看到sinsds 然後我們希望看成就是負的dcos 不外乎是兩個情況 不外乎是兩個情況 那如果是tangin乘second 也是不外乎兩個情況 我們不外乎希望能夠看到 就是second平方sds 那這就是dtangin 然後另外一個是tangin乘second ds 這就是dsecond 所以我們的想法上都是會想辦法去湊 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它代表是後面的意義 但是我們算了這麼多 你應該有點感覺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變數變換要的那個變數 這就是變數變換要的變數 就是後面d的這個東西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我可以湊出這個 那我前面就全部希望都是sin的變數 對不對 應該要長這樣 那我如果可以湊出這個 我就會希望後面 就是前面那邊都是cos的變數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計 所以second跟tangin都是一樣的情形 所以實際上那四個東西是關鍵 我們想要湊那個東西出來 所以那東西是獨立被湊出來的 那你就看嘛 這邊是五次方 這邊是平方 那哪裡比較有機會獨立湊一個出來是不是sin 因為sin四次方跟這個cos平方 他們都可以用平方關係出去算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的想法上就是 盡可能的保留偶數次方 然後把基數次方丟出去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想法上就是把它寫成 所以變成sin四次方 然後乘上cos平方 然後ds 我抱歉我一步一步寫 所以我先寫成 把那個sin寫後面 ds 這樣你可以理解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留平方嗎 因為平方有平方關係史 好sin平方加cos平方等於1 我可能可以換算 所以我是故意把一個sin丟出去 那你看到這個sin ds的時候 是不是這一項 所以想法上就會說 那我就是希望前面都變成跟cos有關 想法上就是這樣 所以都變成跟cos有關很簡單 因為這邊已經有cos平方了對不對 這裡呢就是cos 1-cos平方再整個平方 所以我就這樣把它換算 所以這邊變成1-cos平方 再平方乘上cos平方s 然後後面是dcoss 但是你要知道這裡有一個負號 所以負號把它放在最前面 好就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其實是不是已經理由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像 所以變成負的 這邊把它展開 所以是cos 本來是4次方嘛 乘它變6次方 6次方s 減2倍的cos4次方s 再加cos的平方s 然後整個算出來 是不是要dcos 那這個積分大家都要會喔 就直接積 所以就變成-7分之1cos的7次方s 然後再加上5分之2cos的5次方s 然後再減掉3分之1cos的3次方s 就跟你算多項式的積分一樣 就多項函數的積分一樣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變數就是cos 所以前面都變得跟cos有關 後面也跟cos有關 所以你在算這種題目應該是要邊算邊想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去背說 那個前面這邊是基數要怎麼做 後面偶數要怎麼做 你應該是先弄清楚我們到底要算什麼 所以當我把獨立的一個丟出去 都留下偶數次的時候 那我就去思考說這個丟出去這個東西 事實上真正的變數是誰 所以你知道真正的變數是cos之後 前面就是全部換成cos 那你如果後面的變數發現是sin 那就是前面全部都變成sin 就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直接基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其實概念上是這樣算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 這邊cos有基數次也是這麼做 就是cos有基數次的時候 可能這邊是偶次這邊是基次 那偶次跟基次的情況下 你也是一樣就把那個基次讓它提出去 ok 所以就是見招拆招啦 好見招拆招 好就是用這種方式可以算得出來 ok 那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一個tang的 所以我們就是反正就先多舉幾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看另外一個tang的例子 所以tang的我們找六次方四次方 好先看這個 好tang的六次方跟四次方 這個東西 事實上我們還蠻喜歡就是tang跟second都出現偶次了 因為tang跟second出現偶數次方的時候 通常是比較好算啊通常 那通常要比較好算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想辦法湊這兩個東西 要先去湊它嘛 那你就會發現我應該不會想要提這個 因為你提這個一個tang跟一個second的時候 它都會變成g次方 那你g次方不見得會好做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會想要提上面這一個 把這個second平方提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要經驗啦 就是你多算幾次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所以這個六次方s乘上second平方s second平方sds 就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的這一項 就是我湊出來的 我想要有Dtang 所以這個tang是我的變數 那我就會希望前面都是tang 所以這邊已經很好是不是有tang了 然後這邊呢 1加tang平方嘛 所以其實你先看是不是很快就出來了 所以這東西其實就等於 g分s6次方 1加tang平方sdtang s 那我們其實已經做完了 因為這個乘進去是tang6次方 tang8次方 g分7分之1的tang7次方s加9分之1的tang9次方s 再加k 就算完了 所以我說這種偶數次方我們最喜歡 因為偶數次方通常都很好算 然後我也不用動別的東西喔 就是把一個second拉出來就對 那有時候可能這邊會變成是四次方 你就是把整個東西再平方一次 它的平方一次你還是可以變成是tang的 多項函數的形式嘛 所以還是一樣可以直接積分 好還是可以直接積分 好這就是很快可以算出來的例子 那我們來看一個g次的 總之啊反正這些積分技巧就是交給你之後 剩下都要看你自己本事了 因為我講過喔 積分的題目並不見得每一題 你會說的技巧就一定能集 你還要看就是到底怎樣的問題 然後要怎麼去算 所以並不是每個題目都很簡單 這個題目都要設計過 所以也不是我隨便給你一個東西叫你集 你就一定能集 因為有很多東西可能根本不能集 你要用別的方式去做一個簡單的估計 好所以積分比微分難的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微分你只要為連鎖率 沒有人微不出來了啦 就看你要用多少時間去微它 像譬如說我們期中考考了一題引微分嘛 那引微分要算那個二次偏倒數對不對 二次倒數然後你要算很久 但是那個就是你拿命去算定算得出來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已經不記得答案 對答案不記得沒關係 因為我不記得答案 但我的意思是你只要花時間 你說老師我整大題整張件都不會寫 我只會寫那一題 我花兩個小時去算那一題也算得出來 所以微分是真的拿命去算定算得出來 但積分就不一定 因為積分有時候真的題目要設計 好所以我們就是要看一下怎麼算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五次方的 我這邊是給七次方 好看起來很嚇人 通常tangion跟second的題目啊 兩個次方通常是 不是都oh就是不是都g 通常是比較常看到不是都是oh的 就是通常都是g的這樣 所以剛剛那邊都是oh的嘛 這都是g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看就是說 我們剛才那個oh的情況是用上面 那g的就要個體一個出來了 讓它變成是oh的 意思是說 我現在就故意寫成tangion四次方s second六次方s 再乘上tangion乘second ds 所以大概寫到這樣你就有底了 因為這個東西叫做dsecond 那為什麼要知道是dsecond呢 因為我想要知道變數是誰 所以意思是說前面的變數 全部都要變成second 然後再來做 所以就變成前面的這個tangion呢 就可以拿來換嘛 這就是second平方-1的完全平方乘上second的六次方 然後後面呢就是一個dsecond的東西 就變這樣 所以這很好算喔 所以就變成是六次方 它這邊平方嘛 所以四次方再乘它 所以是second的十次方 減兩倍的second 2次8次 再加second的六次 然後dsecond 所以這個積分就把它當成是多相式在計 就是都類似這樣做啦 那少部分比較奇怪的遇到再說 那像我這邊所提到的這幾個例子 事實上通通都是就是賽程口賽的整數次方 那我們現在講義上面其實我有列不是整數次方的情況 所以我來看一下那個我講義上面有列一題不是整數次方的 我們來算一下 但是你要記得關鍵就是這四個喔 絕對就是這四個沒有別的了 所以看到不是整數次方也不用太擔心 就這四個東西要知道 所以講義這一題 但是其實十之八九都一樣啦 因為這個東西呢我們會希望做什麼事情 我們一樣希望能夠湊出上面這兩件事情 那我們通常喜歡留平方跟偶數次方 因為有平方關係式 所以一定是拆cos 那有一個cos乘上ds一定是第一種case 所以我們其實就這樣想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把它寫成 積分cos平方s乘上coss sin的2分之1次方ds 所以你這樣看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要的是這個東西 因為這一串就是它 就是dsin 那所以前面都要變成跟sin有關 好所以就變成 sin平方s 抱歉 1-sin平方s 因為是cos平方嘛 所以是1-sin平方s 然後除以sin的2分之1次方 然後再dsin 然後再dsin 然後就把它縮進去 那這樣其實就出來了 因為這個其實可以拆成兩項 一項是sin的1-2分之1次方的積分 另外一項 是sin的2分之3次方的積分 那我們現在變數是sin 所以直接都用多項式的積分 就把它記下來 所以這個變成兩倍的sin s乘上2分之1次方 再減掉 後面這邊變成2分之2 sin2分之5次方 再加k 這樣就算完了 好所以你看到那種就是 有次方的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有次方的意思是說 我們一定是通常分母一定是只有 一個東西的次方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分母不會跑出 什麼sins乘上coss 當然sins乘上coss我們還是可以做 因為如果下面是sins乘coss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是sin2s 但是你要能夠畫成sin2s 它跟上面配才行 所以我才說積分的題目 實際上都要配過 有些題目亂寫不見得記得出來 可能是根本記不出來的 好這樣了解嗎 但是如果你通常看這種就是 它可能不是單純的整數次方的情況 那這個非整數次方 通常是只有一項在分母 那這樣子可以讓你除的時候 把那個次方除掉 所以這個題目都是設計過的 好這樣沒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們所教的另外一個case 那實際上像之類的問題 還有一個更特別的case 但那個更特別的case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常看到 所以我們就來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所講過的計畫核查 其實我上課之前有講過了啦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寫一下 用到會用到 對所以呢我們再複習一下公式 兩個相減的我就不寫 好因為兩個相減的 反正你αβ顛倒一下就好 這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我們就只有寫cos跟sin相乘的 cos跟cos相乘的 我們先把這幾個先記下來 我們待會要用 我們待會要用我們就先休息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之前上課有講過的 叫做計畫核查 好因為兩個東西相乘 這兩個角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拆成後面的計畫核查的形式 那我沒有算1-2是因為你1-2出現的是cos乘3 反正cos乘3頂多就是這兩個角顛倒嘛對不對 所以還是可以做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看1加2 3加4 3減4 這三種情況就可以了 那在用這些計算的技巧裡面 我們通常還有兩個公式也很常用到 一個公式是sin-c等於-sin-c等 然後另外一個公式是cos-c等 等於cos-c等 這個其實在高中你就應該要知道了 OK好這個高中其實你應該就已經學過 就是角度的一些換算 所以我們通常算這種問題的時候 那因為有時候會需要兩個角相減嘛 所以相減之後有時候會有 負的有時候沒有 就是sin會提出一個負號 但cos沒有 這個也是在運算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出現的事 所以搭配著這兩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來解類似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舉了三個例子 像第一個例子呢 它是sin-cos 這個都是一次方的case 好都是一次方的case 那sin-cos是最簡單的 因為直接把它看成是二倍角公式 所以實際上是針對sin2s在積分嘛 所以它積分應該是-2分之1倍的cos2s嘛 所以就變成-4分之1倍的cos2s加k 你如果不確定你算的對不對 那因為這是反導函數嘛 所以就把它圍分 看有沒有等於它就好啦 所以圍分之後發現對 沒錯 因為還有一個連鎖率 所以這邊圍出來之後 然後這邊變成二分之1得到它 所以它確實是我們要的答案 所以一次方這種case是最簡單 而且它是用在角度相等 這是角度相等我才這樣用 那一般來講看到的可能是角度不相等 那角度不相等 那兩個都是一次方的 我們就直接利用那邊所講到的計畫核差公式 所以你計畫核差公式這個東西 就可以直接把它寫成是二分之一 可以把它提到最外面 所以裡面實際上是sin兩個角相加 那兩個角相加的話就是9s 再加sin兩個角相減 相減要注意喔是4s-5s 所以是-s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說這個符號可以提出來 然後再積分 所以積分這個你要自己會算 所以這邊會變成18分之1cos9s 好但是因為微分會有符號 所以符號要加上去 然後這個符號提出去 變成減掉它嘛 那你積分之後變成加cos 然後再加一個k 是不是很快就算出來 ok 所以要小心 就是說這邊一項這邊一項 喔還有一個二分之一沒寫 這邊有一個二分之一倍 那像下面這個東西呢 就直接算 所以這個coscos的話 是不是用b公式嘛對不對 所以是二分之一倍先提出去 然後變成裡面變成cos 兩個角相加 所以是15s 再加上cos兩個角相減 所以是-5s 但是cos如果是負的話 負角就等於正角的情況 所以它其實就是cos5s 所以可以直接積分 所以積分就變成30分之1倍的sin15s 再加10分之1的sin5s 再加k 好所以為什麼要用激化而差 因為激化而差一個公式就出來了 所以上面這個是百a對不對 百a 然後下面這是百b 好所以還有一個類型是 兩個相乘都是一次方的case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這種類型的話一般來講 幾乎不會看到什麼跟tangin second有關的 大概比較少 因為secondtangin一次方的話 不是直接積起來就是那個嗎 就是second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不太看到那種case就對了 那不同角度的話會變得很麻煩 如果是tangin跟second相乘 不同角會變得很麻煩 所以一般來講都只有side跟cos會出現這種例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第四種case就講完了 我們第四種case講的就是 兩種不同的三角因素相乘的情況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第五種 好第五種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方法 叫做三角代換法 好就中間這個 那你會說比較麻煩為什麼我要用 因為很抱歉 因為有的題目就是用剛才的方法都算不出來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很多題目 如果你可以用前面我們一到四種所教的方法算 那請你不要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種方法有時候在計算上真的比較麻煩 但是那是沒有辦法 有時候真的很不得已 算了一堆問題 結果發現有些題目確實也是只能這麼捨 就只能這樣做是最快的方法 那你就只要硬著頭皮慢慢算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什麼叫三角代換法 那我這邊三角代換法就跟大家講 簡單講就是要有這三種類型 我整個積分裡面會有 根號的a平方-s平方 根號的s平方加a平方 根號的s平方-a平方的這三種積分 好那這裡特別要注意 我們的a都是取大於0 因為我們下面要做假設 要做代換我們的a都取大於0 那我們就可以用下面三種方式代換 第一種方式如果是長這個樣子的 我就假設s等於a乘sin 要注意喔 現在角度我們有限制 s等於a乘sin 而且我們的sida是要限制在-2分子π跟2分子π之間 為什麼待會就會告訴你 那這個時候你就把這個s帶進去 所以a平方-a平方乘sin平方 在開根號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兩個相減的開根號等於他 那你會說這看起來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應該會有個絕對值嗎 因為你要記得我們其實在開根號收到絕對值 所以我就告訴你為什麼需要設定角度的範圍 因為角度的範圍可以確保這個絕對值可以拆掉 所以我這邊簡單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以拿第一個來解釋看看 好你會發現我現在就是 另s等於asin 那你要記得喔 我們這邊的假設 a一定都取正的 好我們這邊所有的三角代換法 a都是取正的 然後呢 而且讓它這個角度是在-2分子π跟2分子π之間 也就是一式向線 好一式向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現 根號a平方-s平方等於根號 a平方-a平方-s平方 那減完當然就是a平方-cos平方開根號嘛 那a因為是正的所以取出來就它 但cos開根號原則上要取一個絕對值 但是因為範圍是在-2分子π跟2分子π之間 所以我可以知道它其實就是都是正的 它其實都是正的 所以就知道為什麼要有角度的限制 就是為了這最後一步 就是為了這最後一步 每一個都是 好每一個都是 因為你每一個全部單元區 本來都要有個絕對值 但是我就取了一個範圍 使得這個second一定是正的 就在這個範圍 然後呢 這邊本來有個絕對值 那為什麼取出來變成絕對值拿掉 因為我取的是E3向線 所以在E3向線的情形下 它也一定是正的所以又拿掉 所以完全都是為了要讓我們能夠順利代換 所以使得這邊不要有絕對值增加我們的麻煩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你每一個都可以自己去驗證看看 都很簡單 因為你到最後算出來的東西都有絕對值 好但是加上我的範圍限制 就一定可以得到絕對值拆掉的結果 OK 所以為什麼絕對值不見 原因是這樣 這個叫三角代換法 所以呢 第二種情況的話 是A平方加S平方 這個時候是假設它是tang A倍的tang 然後角度在E4向線 這個時候你這個東西開根號出來會等於A second 然後下面這個是假設成A second 好一定都有A倍嘛 這樣你才能把它弄掉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就是範圍一樣假設在E3向線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保證 那個絕對值也是可以拆掉 OK 這三種方式就是所謂的三角代換 用來看我們如果有一些函數 裡面就是積分的時候 裡面都有出現一堆根號的東西 這根號的東西弄不掉 如果弄不掉我們就用三角代換 有些情況是可以弄掉的 就是用一般的變數變換就可以弄掉 像那種case的話千萬不要用三角代換 因為真的比較麻煩 你能夠用一般的變數變換 弄掉的就弄掉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用這個方法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我這邊舉七個例子給你看 七個我先把七個例子寫下來 因為這七個例子實際上 就是一般我們沒有辦法做的 所以就是算的時候我會盡量就是把一些 比較特殊的題型算給你看 所以第一個積分 第二個積分 這個都是我們之後陸續會算 但有一些重複比較類似的我就不算 你可以自己練習 我就給你答案就好了 然後三的話是這個類型 但是我今天可能不會講太多了 就是今天大概就是看一下 這七個類型就是我們應該今天頂多 我看可能搞不好連一題都講不到 因為算一題要一點時間 但我可以至少先把一些概念跟你說 就是說這七個類型 當然不是每一個類型都一定 只能用三角代換 像譬如說第四題 第四題你應該看到就要知道這個答案是多少 你看得出來答案是多少嗎 這答案就是根號s平方加4加k 看得出來嗎 你這個變數變換一定要算很快 這個東西不就是 1分之1倍的根號s平方加4分之1 然後ds平方加4 那這個是1分之1 2分之1次方積分就1分之1 2分之1跟他 2分之1跟他要是1的話 是不是要2倍 所以2倍跟他消掉 所以答案就是s平方加4加k 看得出來嗎 就是很快可以算出來了 你忘記的話回去用變數變換自己做 你就是links平方加4等於u 然後du什麼之類的那就代換 然後這邊是s平方加4的-1分之1次方 所以積分記起來不就是2倍的s平方加4的2分之1次方 然後2倍跟他消掉就沒有 所以就答案 所以你要用看的就知道答案 對 就是當然不是說你現在就要能夠看出答案 是你真的練習到最後就是像這種 就是要看就知道答案 他根本不用三角代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除非是真的有些題目一定得用三角代換 我們待會稍微解釋一下 就有些題目真的沒辦法 但這個一看就知道可以用變數變換的 就不要用三角代換 那以前我們事實上還學過三個公式 這三個公式事實上大家也要知道 第一個公式 事實上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回去你自己嘻嘻看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arch sin 你回去想想看為什麼是這樣 很簡單 拿這個微分就會得到它 你可以去微微看 所以拿一個微分就得到它 那你就知道答案反導數不是就它 然後另外一個case是a平方加s平方分之1 所以像這個case的話事實上 這個是a分之1的arch tangent 然後a的s次方加c 我們這邊的a都取大於0 注意喔我們a都是取大於0 然後c 實際上c這個公式我很少看到 這個真的是只有在學微積分才會看到 我的人生中除了微積分之外 我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我用不到啦 但是還是反正就寫一下 然後這邊是絕對值 那你會發現是不是這邊都跟那個很像 好像都有什麼根號啊什麼東西的啊 然後不是有什麼s平方解a平方什麼之類的 感覺起來是不是好像都應該要多少有點關係嘛 但事實上你會發現第一個這個你不能解127 就是我那邊舉的例子127不能解 雖然127好像都有這個東西 對不對都有一個什麼a平方-s平方127 對吧沒錯 但其實127都不能用它算 然後再過來這個東西哪裡有看到 好像是3 因為3的地方是不是有一個s平方加a平方 就是s平方加4的平方再分5 但是這個東西不能解3 然後這個東西呢不能解5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看起來好像長得很像 但事實上這些公式對於解這些題目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這些題目裡面基本上大概只有第四題 是可以很明顯的就可以知道 不需要用三角代換法也能做 但其他題目可能多少都要想點辦法 然後這裡面最不好算的是6跟7 好這兩個是最不好算的 所以我們就是之後會花時間講6跟7 所以我們現在10分鐘時間大概可以講一題 所以我們先試著來做第一題 然後剛剛是不是三種類型 所以其實像我這邊舉的7個例子 你第一件事情應該是像我講應該是要求你 要求你說先想辦法把這些7個題目 到底要假設成什麼看出來 那假設是什麼看出來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像這個的話應該是假設s等於 sin3 C 對不對 第一個是這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假設s等於 A sin C 大 然後第三個應該是假設s等於兩倍的 tangent C 大 第三個應該是他 然後第四個這個也是一樣 這s應該是把它假設成兩倍的tangin theta 然後像上面這個呢 就是s把它假設成a倍的second theta 然後這個呢 這個的話要小心 它是4s平方加9 我們事實上會想辦法把它變成s平方加9四分之9 這個是a平方 所以a是2分之3 所以這個時候的這個s 所以是2分之3倍的 那這個加起來所以是tangin theta 這是第六個 所以至少你要能夠看出來要怎麼假設 那最後這個呢 要先配方法 3-2s-s平方 所以呢可以把它看成是 3-1 4-1 所以是4 減掉s加1的完全平方 是不是變這樣 所以它實際上是2的平方 a平方減它 所以這題比較神奇 這題是s加1 要把它假設成2倍的sin 所以s要把它假設成2倍的sin c打再加1 所以我們先不算 就是先很單純的看 你看到這個時候大概知道怎麼假設 好大概知道怎麼假設 那你說老師那這題能不能用變數變換 很抱歉你沒有辦法直接用變數變換 因為這邊多了一個2s 就你這邊在湊 你要用變數變換會變得很難做 實際上這題就是直接用 三角代換法直接算就可以了 ok 所以裡面大概只有第四題是可以 直接不要用三角代換 其他每個題目都需要去這樣算 ok 所以我這邊是很快先教大家怎麼代喔 那我們先看第一題就好 這邊可以插吧 我就是這個4s平方加9 就先把4提出來 所以我現在的a是2分之3 那所以變成我的假設就是2分之3的tangion 剛剛已經做了 link s等於3倍的sin -2分之π 小於等於c打小於等於2分之π 事實上我們沒有很硬性規定 你要寫這個範圍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寫三角代換法的時候 都已經認定了知道它的範圍是 絕對可以直接取絕對值的那種情形 對所以這種東西把絕對值去掉的情況 所以這個呢你就可以直接下一步 好下一步不要忘記 不是急著代 是先微分 做一樣的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變數代換法 你要知道三角代換就是一種變數代換 所以你要記得先微分 所以這邊是三倍的cos dc打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寫好微分 你有沒有看懂這是微分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這微分就是原本是s等於3sin 現在是兩邊同時對s打微分 注意喔是兩邊同時對s打微分 所以對s打微分這邊變成3倍cos 所以你就知道我把這個dc打再乘過去 這是萊布寧之符號嘛 我們就講說這個符號很好用 所以把它乘上去就是3倍的cosc打dc打 就這樣來 所以是對c打微分喔 不是對s微分喔 你不要一尾 奇怪喔是怎麼這答案看起來這麼怪 所以接下來就是代換 好接下來就是代換 所以我們怎麼代換呢 好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東西 根號9-s平方s平方ds 會變成 上面的話開根號出來 就變成3倍的cosc打 對不對 上面根號就是這個東西嘛 然後下面s平方呢 就是9sin平方s打 因為s平方嘛 所以就直接把它帶進來 全部都要變成s打 然後呢 ds是不是就變成那個東西 要丟進去對不對 所以乘上3倍的cosc打dc打 好所以339339都約了 這邊sin平方 這邊是cos平方 這個東西叫做cotension的平方 所以呢這個cotension平方 再變成cosc ok dc打我都一步一步寫 對不對 這個你不要忘記cotension的算法 跟tension的算法是一樣的 就是它微分 它就是先把它變成平方關係式 再積分 所以第一個cosc的積分 就是負的cotension 然後呢 減1這個東西 負1去積分就是減c打 然後再加k 然後注意哦 題目有沒有c打 題目沒有c打 你要知道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假設 所以算到這裡為止 還沒完 你要把這個c打變成s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是多少 原本是sinc打等於3分之s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這是c打 這邊是3分之s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是根號9-s平方 所以我們就知道cotension是多少 cotensionc打就是s分之根號9-s平方 這就是cotensionc打 所以要代換回去哦 所以不要忘記 這邊一定要代換回去 負的s分之根號9-s平方 c打怎麼代換 反三角函數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因為在這個區間 這個函數一定有反函數 sinc打一定有反函數 所以你那個c打要用這個來看 因為我們知道sinc打就是3分之s 所以c打就是rc sin 這是我們答案 所以有好幾步要注意 第一個是先假設好 我們剛剛已經把七題都假設完了 下次可以直接用了 然後第二個是知道範圍 所以範圍其實有兩個作用 所以你發現作用其實不只一種 這個範圍作用有兩種 一種作用是讓我在猜絕對值的時候 9-9s平方變成9倍的cos平方 要開根號的時候可以去絕對值 這是第一個作用 第二個作用是這個範圍內的sin 一定有反函數 那有反函數你才能夠把這個c打表示成這個形態 知道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那個角度的意義 剛剛只有講一種 現在這邊看到第二種 就是你要去表示出這個角度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角度很重要 所以三種類型的三個角度都不是亂取的 它是一邊可以讓你去掉絕對值 一邊可以讓你找到反函數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是微分 所以你實際上是要先得到一個底c打的式值 把這個ds也換成底c打 所以接下來就是把它全部都變成c打 所以下面也會跟c打有關 上面也是這個也是 所以全部都換完之後 直接積分 因為這個形式我就會積了 我就會積了 直接積起來 但是積完還不行 你要算紫色這一步 所以最後你還要把這個函數 簡單的邊角關係找出來 然後再把它代緩回去 這樣沒有問題 所以整個代緩回去 這個最後才是答案 所以我才說因為它有很多細節 那寫的時候要小心寫 不要忽略掉那個細節 所以通常只要是可以 不要用這個方法算的 我們都希望不要用這個方法 它實際上是一個還滿麻煩的方法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可能先燒到這邊